歡迎大家來到第三集的皮特娃妞Scavenger 我們先請提要一下 我們之前在北邊遇到了一個Dogman 然後呢他應該沒有看到我們 所以我們就往南跑了幾格 所以現在應該希望甩掉他了 所以我們不用跟他戰鬥 那我們剛剛在搜尋裡找到了鐵鞘 但是很不幸的我們被一些廢墟壓傷 所以現在身上都動 而且我們沒有水也沒有煮水的方法 所以我們可能要一直喝髒水 看來我們終於有可以燒水容器 那個鐵罐頭是一個很好的燒水容器 因為他比較小 而且不會燒一次就壞掉 我現在大概是世界上 因為找到一個罐頭 開掉的罐頭最高興人 我們還找到一些散彈槍的子彈 這些都很值錢 所以短期內我們應該不會渴死了 雖然我們之前已經喝了非常多污水 所以可能還是會生病 但是至少不會需要再繼續去讀 現在我們只需要再把我們的物品調整一下 我們就可以繼續往東走了 因為昨天我們晚上的時候發現 東邊似乎有一道光 光代表有文明 把我們的多功能瑞士刀放在我們的口袋裡 這樣應該才會比較正常的位置 然後我現在才發現我的褲子口袋裡 一直有一堆灰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還會把那個灰帶在身上 嗯...好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繼續往東走 然後馬上又遇到一個人 不知道他會不會是有敵意 我們跟他講講話看看 Friendly 那他說他...他...他...他走累了 但是還沒有那麼累 OK...看起來又下雨來了 所以讓氣溫降低 不過我們現在有那麼低的進衣服應該是沒問題 OK天真的黑了 我們可以來這裡過夜 我之前基本上都是洗地而睡 那我們現在情況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來嘗試炸個飲 而且我還需要去燒水 但我發現這邊的廢墟 基本上沒有任何可以當作... 可以紮營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封封黑找找看 我剛剛記得天亮還沒有完全黑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塵石 有一個廢墟 我們可以看看 可以看到現在因為天黑的關係 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所以行動點數非常少 一會一會只能走一步而已 OK...喔...我天啊... 竟然一直走到天亮 我們還是沒找到地方 不過我現在真的是角色蠻累的 我們的行動點數已經從4點降到剩3點了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在這裡先睡個小覺 然後再找比較好的地方 繼續冒險 所以我們睡了兩回合 然後我們現在真的已經非常渴了 所以我們還要找個地方燒水 那應該是剛剛那傢伙 他應該沒有滴意 但是還是可能會來偷我們的東西 這一個小池塘 我們可以在這裡取水 只要是有水 有赤塘的格子都可以無限產生水 但是... 因為這是在一個礦地上也沒有木頭 所以我們還要去隔壁那些森林 把木頭過來 然後在這裡燒水再行 那我們到旁邊的森林了 我們就可以從森林裡面挖出樹枝跟樹幹 OK 不過我們現在也沒有空間可以拿這些東西 但是我想把木槍放在這裡幾回合 應該不會馬上就被幹走 然後我們把一個很大的樹幹拖回去 然後再把它變成小的樹枝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用 我們需要...需要... 一些雜物的生活 我看來不行 我們還需要去拿樹皮來騰生火 樹皮 這裡應該就只有樹皮 好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生火了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在那個... 池塘上面一隻取水來燒 在想可不可能用... 尖銳物把樹皮 底下從樹枝上燒出來 但是看來是不行 奇怪 剛剛拿的樹皮放哪去 沒有那個是金屬水泡這裡 OK好 我們終於可以生火了 那現在我們就把火 用樹枝加大 然後就可以開始燒水 那燒水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有水跟容器跟火就可以燒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大量生產 趕緊燒過的水 大量生產開水 OK我們現在... 基本上水也不是問題了 這樣我們喝點水回復 口渴度 之後我們可以撿一下寶特瓶 那裡面也可以通通裝水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一天到晚停下來燒水 OK看這三個是還沒有燒過的 然後我們需要更多行動點數 看來有更多野狗在我們附近 但是... 似乎沒有來攻擊我們的意思 除了鐵罐外 其實如果你有玻璃瓶也可以用來燒水 但是燒之後瓶子會破掉 所以... 緊急的時候也可以這樣用 但是我覺得... 其實這一罐水喝下去 回復的口渴度才太少了 所以其實需要帶非常多的水 因為用那種玻璃瓶燒的話根本不夠 一定要有永久的東西才行 嗯...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你看看我們傷口現在狀況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燒水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布弄... 我們也可以做出繃帶 其實傷口都還是... 暴露的狀態下... 可能會讓我們被感染 但我們現在身上沒有... 沒有額外的布可以... 可以用來做成繃帶 我們衣服... 沒有額外的衣服可以撕 所以... 不過...一些雜七雜八衣服其實蠻容易找的 所以我們就來這個... 喔...看來找到蠻多東西的 嗯... 喔...有...ok...好...衣服 可以穿出來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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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剛剛... 剛剛...他剛剛有寫我們有... 中度的溼溫 所以...就多穿幾件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些牛仔褲 撕成繃帶 看著這件牛仔褲的... 狀態好...比較好一點 嗯...好...ok...我們有一些玻璃瓶跟... 喔...這裡他就直接上面火炬的食譜 不過...我們其實... 火炬可以讓我們在夜晚的時候 或者是在暗處的時候 甚至其實也可以用來搜尋的時候 搜...他搜索的時候也可以用 會增加我們搜索到... 物品的機會 但是會讓我們更容易發現 那...我們的角色 基本上是完全是一個戰鬥角 所以傑斯波他怕被發現 那我們現在就死掉剛剛那件... 那件... 牛仔褲來做成繃帶 那我們現在就需要燒更多的水 呃...看一下喔 靠...這是...這是剛剛那個傢伙嗎 他如果當走進去 我們的那個格子 趁他的回合 走進去... 他跑掉了 他當走進來的格子 然後把我們步槍拿手都跑掉了 真的會氣死我 那可以看起來我們身上有123 有5處傷口 那繃帶其實很講 繃帶基本上就是... 就是拿布然後消毒後 就...就可以當繃帶用 那所有東西消毒最簡單的方法 基本上 除了用酒精啦 酒精也可以 用酒精除外就是... 就是...把它燒開 我們現在要生個火 呃...紙也可以 不一定要用那個樹皮 紙也可以用來生火 嗯...但是沒有水 嗯...但是沒有水 所以我們把他燒都該死的 不...啊... 但是我們旁邊有一個小池塘 我們就去拿這個容器去裝水 OK...找到了... 噢...剛剛有看到那個人一眼 我真的很擔心他會去把我們步槍幹走 所以我們要再度的從這裡取水 這個營地我其實不是我蓋的吧 那可能是剛剛那傢伙在這裡生的火 所以NPC他沒有自己的需求 然後他還蠻會因為自己的需要去... 架設營地 實際上有時候你會走回NPC的營地 然後你就可以偷走他所有的東西 可以看這裡越來越熱鬧了 OK...但我們現在... 他... 那傢伙自己跑進來 把我們家當他家放了一堆東西 然後他把我們槍幹走 但是他...他留了一個... 又留了一個袋子給我們 還有一個iPad OK...對不起... Ice Lab 好吧... 雖然其實這些東西不是很值錢 但是我本來就需要... 需要袋子 所以... 謝謝... 謝謝他入門 當然我們現在其實可以過去把那家幹掉 然後再把他的... 把我們的步槍搶回來 但是因為這是他的營地 他應該不會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做我們本來要做的事情 which is... 消毒...布... 然後爆炸傷口 登登... 這就是... 乾淨的布... 所以可以用它當布袋 好... 其實除了我們左腳上的傷口外 大多看起來都是輕傷 應該不會太嚴重 但是... 反正我們都有布... 那就把它爆炸一下 接下來布我沒有做啦 就是如果是酒精的話 其實還可以把傷口消毒 但是... 酒精不是... 滿街都有的 基本上唯一的酒精來源 老實講 好像就是酒 好...現在我們有個袋子了 這大幅提高我們的... 承載量 希望我們可以在... 到... 東邊的那道光前 找到更多的... 東西去賣 好...我們乾脆就在這裡就地睡覺 等大家要回來齁 然後...該死就天黑了 而且我們角色在發抖 看來沒有那狗皮大衣真的不邪 穿著私運動衫跟什麼 根本就沒批用 兩件T恤根本就沒批用 看來我們在黑暗裡撞見了那個傢伙 然後他... 他看起來很弱喔 但是他逃走了 然後我們... 追不上他 OK 但是他剛剛... 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有一把步槍 所以MT很可能什麼的步槍 如果天亮他還在這的話 那我就要去把它幹掉 我們找到一個紙箱 紙箱其實不是一個很有效的裝置 除非你有推車 那推車可以跟紙箱合成 那就變成一個非常好的容器 不過我們找到更多乾淨的布耶 這個我們可以...可以...可以戴 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當... 做一個簡易的防毒面具 雖然效果... 不會非常好 但是... 油從比沒有好 雖然我們現在睡覺時間已經完全不正常了 咦? 我們什麼時候只要打火機了 那我大概是剛剛那家的袋子裡面本來就有 打火機的話 這樣可以幫助你生活 而且也可以當作一個光線來源 晚上的時候用...可以用來讓你看起來比較清楚 但是...雖然會讓你更容易找到東西 但也讓你更容易被發現 當然我們... 不是很怕被發現 因為有一個瑞士刀 瑞士刀還算滿值錢的 所以我們可以多帶幾把在身上的拿去賣 那...這樣差不多我們可以繼續往東走 剛剛你看到最南邊那邊已經是...完全是...荒廢的樣子 那個地方基本上就是地圖的邊界 走進去以後馬上會受到嚴重的... 輻射傷害 基本上差不多要幾回... 實際上你走進去馬上就會輻射中毒了 就算你在管壞跑出來你還是會受重傷 所以...還是不要進去比較好 欸...我其實走進去也會馬上生病 得到一個叫Blue Rod的疾病 那個... 基本上就跟黑死不一樣 中了就GG了 我們現在應該在走個幾回合 隨時就會看到那個光的來源了吧 我想... 不過有個小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非常口渴 然後呢...我真的懶得一直停下來燒水 所以我決定我要一直他媽走 直到我們找到那個城市為止 所以口渴外其實我們現在也算蠻餓的 但是... OK...餓就真的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現在身上真的沒有什麼失誤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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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裡應該是做個第三集結尾的地方 的好地方 我們下一回合應該... 下一集應該就是花很多時間在城市裡做買賣 逛逛城市的各個可以逛的東西 Yup... 剛剛你看到城市應該就在走個三四回合距離就到了 恩...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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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